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本身Web2支购和Web2客户到Web3的整个资产配置的连接 它同样提供了基于它的账户体系 往Web3资产向Web2金融服务场景进行连接的这样的能力 对 OK 下一页 OK 这是我们的团队介绍 我是本身蚂蚁金服的支付的第一代产品 以及余额宝的第一代产品经理 对 所以我在支付和整个户金的资产管理上面 有十余年的整个产品跟工作经验 然后第二位是我的合伙人叫崔学胜 他原来上一个项目在Web3的项目叫人人比特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他是原来人人比特的CEO 所以他在从人人比特项目从创立一开始 到业务 产品 运营 他是有全套的整个产业运营的经验 对 OK 除我们两人之外 我们的核心成员加入了另外两位在香港的金融人士 然后一位是Emma Joe 一位是Geratang 他在本身传统金融机构有15年以上 两位都有在合规和金融机构产品业务和运营的工作经验 OK 下一页 OK 所以就我们本身团队的核心能力来讲的话 我们同时具备Web2金融和Web3整个加密的产运的双项背景 所以除了在人人比特这个项目之外 我们本身在传统金融上面也有在合规跟加办信托的整个团队经验 OK 这是我们在上一个周期我们本身的业务上面的一个业务成绩 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务成绩 我们的核心业务在上一个周期是借贷SaaS的服务商 我们当时是泰达在亚洲地区最大的借贷UIDT的借贷合作伙伴 对 当时 不好意思 上一页 对 当时我们借贷的10点最高余额做到了3亿美金 托管的平均年余额做到了11亿美金 交易量 整个累积交易量突破100亿美金 对 这是我们在上一个周期团队的一个历史成绩 下一页 下一页 OK 再下一页 OK 我详细讲解一下我们现在的整个核心要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我的全资产账户 所谓全资产账户的话 我们的整个账户体系不仅包括法币账户体系 同然包括Crypto账户体系 由它集成了法币账户跟钱包账户的双账户管理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其实本身来说是一个双向的 包括Web2的客户跟Web3的客户 所以Web2的客户它本身天然就存在对法币账户的一个资金管理的诉求 那你要把它本身引进到Web3里面来的话 你需要完整带它从法币到Crypto之间 以及Crypto回法币之间 整个在账户管理上面的一个服务 对这是我们要构建全资产账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会做法币托管和Crypto托管 那法币托管那一块的话 我们已经像跟DBS 像中信银行已经完成合作 然后基于他们的散型账户 然后完成整个主账户跟子账户之间的托管模式 然后在Crypto那一块的话 我们跟现在目前亚洲最大的NPC的服务商 叫Safe Heron已经完成合作 然后利用他们的NPC技术跟T1可信环境 构建我们的整个我们客户的托管账户机器 对我们的客户在Crypto上面 它是一个独立的Web3地址 所以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它的整个链上的整个资产是可研可查的 所以这跟更中心化的托管是不一样的 OK 在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Base在香港做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们合规 我们目前已经拿到了香港的TCSP牌 以及注册了香港的信通公司 那基于这两块的话 我可以做本身像类似于KYC跟AML一样的 托管的整个金融服务 第二块我同样可以做法币的开户托管 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能够建立 跟DBS跟中心银行建立合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对 OK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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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页 对 这是我们第二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 这是交易级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法币的交易 对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 我们既然做法币和QRPITO之间的整个账户管理 那它中间的整个资金流动 肯定需要有个解决方案来解决 那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交易 交易级的整个SaaS业务 对 我们本身在这一套我们的系统之上连接了我们的客户和本身能够有提供合规交易能力的程度上 蓝财我们的平台上完成法币 到QRPITO之间的一个交易链接更转换 这个是一个强的诉求 对 所以在上个周期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 刚才像另外一个项目方也聊到了 就是在OTC这个场景下面是绝对缺乏安全跟背书的 而在我们的合规跟账户体系之内 因为一合规第二个整个资金流完全在我两边的账户体系之内完成 我是可以完全做完成担保交易的 所以在一旦交易发生之后 资金流本身的流转是已经被确定了 所以不会发生什么类型呢 那个我给你打美金 但是我收不到U 或者我已经给你打了U 我又收不到美金 所以这个是本身担保交易背后的整个服务能力 OK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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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产品计划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牌照之后呢 我们在今四月份 四月份会上限我们两个账户的体系的托管 托管产品会上限 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 是会我们上限我们的交易产品 这个都是刚需产品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很多客户已经预签了合同 大部分都是机构客户 大部分都是机构客户 那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传统的美元基金 传统美元基金 还有一部分的话是crypto 类似于像交易的一些团队 交易的程度上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跟Hashiki完成了合作 对 在这块上面 好 OK 下一页 下一页 这是我们的一个三年目标 就是我们现在预计在2025年 会完成我们在托管100亿的AOC的一个计划 当然这个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在上个周期里面 其实已经完成了10亿美金的托管量 并且只是在一个借贷SARS的核心业务的基础之上 对 所以这个本身来说 其实它的交易支撑会促使我成为目前在香港最大的一个托管服务 合规托管服务商 OK 再下一个 其实在这一次宣讲之前 我们已经在今年完成了一轮C的融资 然后投资人如下 就是包括WebSand Vision 像水滴资本 像柬埔科技 柬埔科技 柬埔科技是在纽交所上市的一家Fintech平台 它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金融服务提供商 Fintech金融服务提供商 它是投入我们在C的轮 OK 那这一轮的话 我们预计会在4月末柴米上线之后启动 然后估值300万美金 OK 谢谢各位 然后期待跟各位合作方 跟机构有合作的机会 好 看看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